早上,各位網友, 早上差不多接近7時的時間, 除了反國安法可能會出現的原因,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收到可能有機會 有一些稍為大型的行動, 我們現在來到立法會對開停車場的位置, 我們正前方會有一些防暴警在這裏, 一陣子和你走遠一點就有很多防暴警, 今天有消息透露, 可能每幾區都有一些大塞車堵住隧道, 不讓他們過, 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方向走出少少, 就是告示打道,朝著紅隧的方向走, 所以如果有任何倒路慢洗的情況, 其實我們都會知道的,基本上, 因為隨著警方他們都會收到一些訊息, 可能會有人在這裏聚集, 或者做一些滋擾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在對面這條行人天橋下來, 即是說如果乘車過來,乘地鐵過來的人士, 在對面這個安復中心那裏, 就有一條天橋這樣上來, 然後過來這邊,政府總部立法會大樓這邊, 現在他們正正在這條天橋底, 乘車的位置那裏, 現在這班防暴警聚集了在這裏, 除了天橋底這個位置, 另外一條也是, 另外一條, 這條也是, 也是叫天橋底, 我們 喂? 喂? 正在做直播, 天橋底, 你 噓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